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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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身在新的一年裡面 應該要好好地把握著 向上提升的機會啦 勇敢地承擔責任 發揮領袖的特質 那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 你什麼將心 什麼心都等於沒有啦 所以記得 新的一年裡面 行動、行動、再行動 那在雄心方面呢 我們有這個無鬼以及非刃 這兩個心它代表說 口舌是非以及 小人妒忌啦 那當然一個事業有成的人 或者生意愈做愈大的人 難免會有人在背後 說善道士 所謂不招人度為庸裁 你無法討好 所有的人啦 但是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好好的調適自己 少去理會 這一些是非 那你肯定就看不到 小人看不到是非啦 好那除此之外啊 平時也要多說好話 口吐蓮花 那不要在網路啊 發表一些不好的 罵人的這個言語啦 這樣一來呢 你肯定就不會招惹小人啦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在網路啊 放一些比較負面的這一個留言 但是這些人我告訴你喔 他永遠都是貧困的一群 在院士高漲的年份裡啊 也許會有些人啊 叫你做一些灰色地帶的事情 你要格外的小心 懂得say no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一年裡面啊 你有官府以及年府啦 這兩顆心也代表官送是非 要特別的謹慎 那一切的這個言行舉止啊 都要奉公守法 尋規蹈矩 要做事情啊 光明磊落 那只要我們光明磊落 這什麼官府啦 年府啦 絕對不會為你帶來任何的麻煩 千萬不要因為一石之快 或者貪圖小力啊 而破壞了自己的名聲 破壞了自己的好運啊 總的來說 今年整體上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年啦 記得要好好的把握 給數碼的朋友的十六支證言就是 即興高照 馬壯人強 求民必稅 求財必封 MING PAO TORONTO